剩下的画也像是卡带了似的 室内瞬间陷入寂静 桑岩的眼睫动了动 从她这个角度 只能看到温以凡略微凌乱的发丝 以及低垂着的睫毛 她的喉结上下滑动 哑着嗓子道 你这是干什么 温以凡没回答 桑岩的头发还湿漉漉的 发烧处的水珠从脸侧滑落 顺着下颚往下滴 砸了几颗到她的发尖 她盯着看 而后慢条丝里地抬手 动作很轻地用指尖蹭掉 像没察觉到 她没任何反应 温以凡生得不矮 身高大约到她下巴的位置 骨架却瘦小 身上也没挤两肉 此时侧脸靠着她的胸膛 双手抱着她的腰 力道不轻不重 存在感却强得像是 落到身上的 一滴滚烫的熔岩 持续了十几秒的时间 能给我个准话 桑岩又出了声 不太正经地说 你还打算抱多久 话音刚落 温以凡立刻松了手 她迟钝地往后退了一步 没看桑岩 嘴里咕弄了句几个字 字眼像在舌头里滚过一圈 听起来很含糊 桑岩没听清 说什么呢 但温以凡却没再说话 像自己什么事情都没做一样 她转了身 慢吞吞地往主卧的方向走 看着镇定又自若 仿若她半夜突然跑出来抱她 是一件极为正常 又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想过她能给出这样的反应 桑岩没心一跳 话里带了荒唐的意味 温以凡 与此同时 温以凡刚好走到次卧门前 她的脚步顿住 似是听到她的声音 可目光却放在桑岩房间的方向 就这么定格了几秒 她收回视线 继续往前走 随着一阵关门的声响 两人被隔绝开来 桑岩还站在原地 场面似是静置住 几秒后 毛巾从肩膀滑下 啪哒一声掉到地上 桑岩收回思绪 弯腰捡了起来 客厅内白灯大亮 四目又让人恍神 周围悄然无息 见到能听到空气在缓缓流动 温以凡那短暂出现的气息 似乎也因此散去 宛若一场梦境 隔天醒来 温以凡的那些坏心情和不适感 彻底消失 觉得自己像是冲了一晚上的电 醒来就恢复如初 她坐起来 在床上坐会醒神 胡乱地想着睡觉 真是个终极武器 只要睡一觉 所有的坏心情都能消化掉 温以凡拿起手机 边起身进了厕所 她习惯性先刷了会儿新闻 之后才打开微信看了眼 顺着下滑 注意到昨晚九点出头时 桑岩给她发了条微信 桑岩 你怎么回事 温以凡眨下眼 也不太清楚那会儿自己睡着了没有 从厕所里出来之后 她就直接躺床 开始酝酿睡意了 之后也没再看手机 她把牙刷含进嘴里 腾出手回 什么 下一刻 桑岩回了个问号 她这动不动就甩人一脸问号的毛病 到底哪里来的 温以凡边刷牙边思考着 昨晚桑岩发微信的这个时间 她不在客厅 也没有发出动静影响她 再加上 她回家的时候 跟她说话的态度也挺正常 想了想 温以凡又回 你发错人了吗 桑岩 过了几秒 她又发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温以凡一脸莫名 完全搞不明白她的想法 但也能通过她那两个问号明白 这个大拇指不会是什么好意思 她吐掉嘴里的泡沫 不知道该怎么回了 总觉得这个人的情绪 起起伏伏的 每天都有点奇怪 温以凡也没想太多 干脆把这个大拇指 理解成她最初的含义 只当是一大早 桑岩就给她发来了鼓励 想着这事 总得你来我往一下 她考虑了下 也回敬了她一个大拇指 此时才八点出头 温以凡拿上外套 搭在壁弯里踩着拖鞋走出了房间 虽然桑岩已经醒了 但因为时间上早 她的动作还是下意识地放轻了些 本以为桑岩还没出房间 哪知温以凡一进厨房 就看到她正靠在琉璃台旁喝冰水 桑岩似乎格外偏好深色的衣服 就连在家里穿的休闲服也不例外 纯黑色的T恤 铜色的长裤 她的模样漫不经心 看着有些困 像是没睡好 此时她低着眼 单手拿着手机把玩着 注意到她的存在 也只是咸咸地掀了下眼皮 温以凡从冰箱里拿了盒酸奶 以及一包吐司 她关上冰箱门 犹豫虚余 还是提了下她刚发的微信 你昨晚微信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桑岩台节 直勾勾地盯着她 呼得笑了 想当没发生过 如果温以凡不是确定 自己昨天没喝酒 她都要以为 自己是喝断片 做出了什么事情 电光火时间 温以凡又想到 九点出头这个时间 昨晚她一回家 就跟她提起 自己今天想早点睡 让她九点前摆电视官小声点 但两人合租前 她提的要求是 十点后不能弄出太大的动静 提前了一个小时 温以凡本不觉得 这是什么大事 但桑岩这人向来小题大做 可能是她越想 越觉得提前了一个小时的这个事情 让她心情很不痛快 昨晚是特殊情况 温以凡解释道 抱歉影响到你了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也谢谢你愿意迁就我 桑岩不冷不热地收回眼 行 温以凡松了口气 这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小事情 桑岩偏头 一字一顿道 希望你以后 做出这种事情之后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回温以凡是真觉得 他这人小气又莫名 这也算大事 不就让你把电视调小声点 温以凡忍了忍 还是没吐槽 好的 我会的 温以凡到电视台时 办公室里还空无一人 他先去茶水间泡了杯咖啡 等他回去之后 就见苏田也已经到了 此时困极了似的 正趴在桌子上补眠 跟他打声招呼 温以凡问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没回家呢 熬了一个通宵 刚从机房回来 苏田迷迷糊糊道 我先睡一会儿 行 温以凡说 那你多睡会儿 有事我在喊你 但趴着睡 是不是不太舒服 你要不要去沙发那边睡 我这里有个毯子 不用 苏田说 我就睡半小时 然后得起来写稿了 温以凡没再多说 依然把毯子给苏田 他打开文档 翻阅着资料 写了会儿采访提纲 不知过了多久 隔壁的苏田 突然坐直了起来 一副睡猛了的样子 他转头看向温以凡 呼吸有些急促 以凡 闻声 温以凡转头 怎么了 我刚做了个噩梦 光怪陆离的 苏田的额间还冒了汗 看起来睡得并不太好 梦到我就趴在这睡觉 然后能听到你敲键盘的声音 周围还有个小孩在哭 背上好像也有东西在压着我 温以凡愣住 这听着怎么这么吓人 对呀 我刚刚都快窒息了 苏田叹了口气 我感觉我是有意识的 但就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 怎么都动弹不了 那应该是鬼压床了 你刚刚趴着睡 血液可能不太流通 温以凡安慰道 你去沙发那边睡吧 应该就不会了 算了 我还心有余悸 苏田说 第一次做这么奇怪的梦 听他这么一说 温以凡也想起个事 我昨晚也做了一个挺奇怪的梦 苏田拿起水杯 什么 不过算不上是噩梦 温以凡认真说 我梦到自己一个人 进了一片深山老林 在里面一个人走了半天 一直找不到出口 后来天都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 开始觉得很冷 然后呢 我就突然想起 我来的路上 好像看到了太阳 温以凡说 然后我就想 回去找那个太阳去取暖 又走了一段路 还真找到了 苏田指出他的逻辑问题 天不都黑了 哪来的太阳 温以凡笑 所以是梦 这就结束了 你没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吗 出来了 见到太阳的时候就出来了 温以凡勉强回忆了下 但梦境的记忆弹 他也记不太清了 觉得这场景似乎有点离谱 而且 我见到太阳的时候 好像还 什么 忍不住抱了抱他 温以凡今天来得早 加上台里 最近事不多 所以准时下了班 他回了小区 很巧地在电梯里 碰见了桑眼 他似乎也刚回来 应该是直接从地下停车厂 坐电梯上来的 正打着电话 温以凡朝他点点头 算是打个招呼 桑眼只看了他一眼 过了一阵 桑眼懒洋洋地说了句 不用怀疑了 就是对你没意思 恰好到十六楼 温以凡从口袋里拿出钥匙 走出电梯 桑眼跟在他身后 你倒是跟我说说 他对你做了什么暧昧行为 温以凡打开房门 正准备换上拖鞋 后头的桑眼又冒出了句 抱了你一下 这话伴随着关门的声音 同时 桑眼拍了下他的脑袋 喂 温以凡回头 都是女生 你来回答回答 桑眼抬了抬下巴 意有所指道 这人抱了我朋友一下 第二天 当没事情发生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温以凡没反应过来 啊 桑眼 这行为可以抱紧不 温以凡惊了下 迟疑地说 抱一下 好像也不至于 注意到桑眼的神情 他又温吞地补充 主要看你朋友 跟这个女生关系怎么样吧 可能他就是心情不好 需要点安慰什么的 桑眼没说话 他这姿态 莫名让温以凡有种 自己才是做出这种行为的恶人 说话都艰难了几分 这拥抱可能也没别的含义 就只是朋友见 被桑眼这么盯着 温以凡也说不下去了 但我具体也不知道 你朋友跟这个女生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说的话 也没什么参考价值 文言 桑眼面无表情地收回眼 又对着电话里的人说 问你呢 跟那人关系怎么样 你有病吧 什么报警 那头的前妃 被他忽略半天 这会儿音量都大了几分 关系还能怎样 老子女神 暗恋了一年了 前妃 而且 你这说的什么呀 我跟你说的不清楚吗 我女神是情人节 送我巧克力 不是报好吗 哦 他说是个 桑眼放下手机 上下扫视着温以凡 像是由他身上得出了结论 发了疯地爱慕着他的人 还请不吝点赞 我们的未来 �等下手机 的根本 我们的未来 大家看 找你 我的便 下辱